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首先请听 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破害案例 河南州口市川慧区法轮功学员刘彦华 2019年4月17日被警察绑架后 一直被非法关押 最近传出2020年元月 在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刘彦华被川慧区法院第三刑事庭非法判刑8年 山东林青法轮功学员马少杰女士 6月底被灌县法院诬判3年03个月 勒索罚款1万元 现已上述到辽城冲击法院 马少杰2019年9月13日 被林青青年派出所警察非法拘禁一天 于当日晚7点多放回家 9月17日早晨 又被林青610国保搭队人员从家中绑架 吉林长春市农安县十多位法轮功学员 2020年7月15日遭入室绑架 当天农安县公安局统一行动 绑架张秀之 张书云 吴东梅 高晓奇等十多人 法轮功学员蔡玉英60多岁和丈夫于春林被绑架 他们家的防盗门锁被撬掉 露两个大窟窿 警察把他们带走后 门都没锁 湖南岳阳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郭丹霞 2020年3月17日被入室绑架 6月底 被劫持到岳阳市康复医院 精神病医院迫害 岳阳市军山区62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卢永良 2019年5月27日被绑架 20多天前被劫入该精神病医院迫害 面临非法庭审 河北唐山市法轮功学员赖志强 在冀冬第二监狱七间区 遭受严管迫害三年多 被迫害致脑血栓症状 目前在监狱的卫生所 躺在床上动不了 半年多了 天天被灌食 说不了话 家属曾多次到冀冬监狱要求会见 均被预方无理拒之门外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 突然二次封城 谈中共在新疆迫害民众 7月17日凌晨 新疆乌鲁木齐、图鲁藩、喀什等城市 突然同时封城 瞬间民众都被囚禁在小区内 大街上空无一人 省区内的高速公路纷纷封闭 出入新疆的航班瑞建九城 表面上起因是新疆卫健委 7月16日通报 乌鲁木齐市7月10日出现 一发热病例 并于7月15日确诊 至7月17日上午 已经发展为6人确诊 11人为无症状感染者 自陈全国2016年执政新疆以来 大力推行网格化治理新疆 把新疆从大到地、州、市、小到乡、街道、社区 划分成以各个监区和监视进行监狱化管理 令每个网格辖区内的民众就像囚犯一样被管控 地区市县之间建立公安检查站 在市区内建造大量的警务站 每隔500米左右一个 新疆还修建了大量的集中营关押民众 新疆当局利用公安和社区双重迫害新疆民众 新疆社区工作人员扮演的是监狱里面 牢头欲罢的角色 一个社区20到30人 管控着5000至1万左右的居民 而这20多人大部分是从社会上临时招聘的 无业闲散人员和刚毕业的学生 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中共政府让整谁就整谁 原有的正常社会管理体系完全被摧毁 新疆抓人送集中营 根本不需要公安审批 社区里的包护干部打个报告 交社区书记签字后 公安就得照单抓人 而刑满释放人员 如果居住地的社区不肯接收 其人还得在监狱中继续待下去 这就是新疆曾在极短时间内抓捕几百万民众 包括法轮功学员的原因 社区可以跨越一切司法程序 迅速抓捕任何人 在如此恐怖统治下 新疆很多原居住人口选择逃离到内地 于是当局开始限制乌鲁木齐人监护内地 并大量在内地扩招汉族公务员来疆 目前新疆的每个有法轮功学员的社区 都设有宗志为主任 返协专干和教育转化小组 中共投入大量人力在社区 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全方位的迫害 中共政府对自己发明的这套骇人机器甚为得意 当中共肺炎爆发后 便急于把这一套整人的经验在全国和香港推广 中共在疫区内 以社区为单位管控民众自由 管控民众思想及生活买菜等所有的方式 均来自于新疆的管理模式 就连所使用的词汇 也来自于新疆对民众的迫害 比如有网格化管理 比如方舱医院的应收尽收 近日新疆第二次疫情爆发以来 在中共舆论的引导下 有人吹捧什么世界防疫看中国 中国防疫看新疆 新疆素质 一声令下全民待家等等 靠谎言和暴力 是无法战胜疫情的 谎言和暴力 恰恰是导致疫情扩散的原因 迫害法轮功越严重的盛事 疫情就越严重 新疆当权者还在策划 在7月20日前后 大规模迫害法轮功 却没想到引来了7月10日 美国对陈全国等四人的制裁 和疫情二次爆发的天前 河北唐山市陆北区高新区 发生的骚扰迫害 前些天 在唐山市陆北区居住的许多法轮功学员 均遭到派出所办事处 居委会的骚扰 两名派出所的警察到一个姓刘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家 让他写什么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 遭到拒绝后 还说 我怎么向领导交代呀 老年同修慈悲地跟他们说 记住法轮大法好 就是最好的交代 两个警察点头笑着就走了 陆北区蓝天楼办事处和居委会 给法轮功学员白眼辉的家属打电话骚扰 让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 遭到白眼辉的拒绝 他并给家人讲真相 劝导家人绝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 陆北区大理路派出所和居委会 给多名法轮功学员打电话 骚扰家属和本人 均遭到拒绝 7月15日上午 唐山市陆北区 两位70岁女法轮功学员 在人民广场超市外的车框里 发放真相资料时 被那里的高清摄像头拍到 之后 在两人去超市购物时 北俄人根据所穿衣服进行指认 后被绑架到高新区公安分局 高新区公安分局局长亲自参与此事 两位法轮功学员讲真相 发正念 正念抵制迫害 下午 分局警察通知家人 威胁家人签字划压 一位法轮功学员晚上6点多安全返回 令学员被预谋绑架到拘留所 去医院查体时 高压达240毫米拱柱 该法轮功学员晚11点左右安全返回 吉林省医通县委党校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 2020年6月至7月间 吉林省医通县政法委配合中共迫害法轮功 盲目执行迫害法政策 指使宗制办 司法所 派出所等相关部门 骚扰 胁迫 绑架法轮功学员 包括已经放弃修炼的人及家属也不放过 送到一通党校开办的邪恶洗脑班 强制参加所谓的学习 逼迫写三叔 并威胁如果不去洗脑班 将来影响孩子前程 据悉 西伟镇有多个法轮功学员被骚扰 他们不配合这些被中共利用的人员的违法行为 善意地跟他们讲真相 告诉他们学法轮功叫人做好人 要往哪转化呢? 瘟疫有眼 迫害修炼佛法的人 不会有好结果的 坚决不去洗脑班 有些工作人员早已明白真相 表示是受上级部门指派来的 大顾山镇两名老年女法轮功学员 被逼迫参加洗脑班 由于年龄大身体不变 就逼迫他们的孩子顶替去强制洗脑五天 还有一名法轮功学员 出现病危状况也未能幸免 习党人员到家中逼迫其表态 该学员子女被骚扰得不堪忍受 他们走后家里闹腾好几天不得安宁 7月13日 东尖山乡有两个曾练过法轮功的妇女 已不修炼多年 也被强制送进洗脑班五天 严正声明 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 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 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 本周28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 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 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 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12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所说 所作对大法对师傅不利的言行 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 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明真相后 辽宁法轮功学员顺利走脱 辽宁来告 2020年7月的一天 辽宁盖州市一名法轮功女学员 在讲大法真相时 被恶人举报 一个年轻警察和一个戴眼镜警察 开车将该女学员绑架 并搜走了一个包 包里有十几本真相小册子 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一个真相光盘 一串钥匙 到了公安局 警察将他领到接待室 并没有领到审讯室 不一会儿 他们又叫来一个国保警察 他们询问他 问他姓名 住址 什么时候练的功 女学员都没有配合 一直在向他们讲真相 当时 这名学员的兜里还揣着三退名单 真相呼身符等 看起来也很明显 可是警察没有搜身 年轻的警察一直点头 看起来是明白大法真相的 在询问的过程中 警察态度温和 也没有做笔录 不长时间 国保警察就离开了 物理始终保留一个警察看守着 中途到了吃饭时间 警察也给该女学员盛来了饭菜 但被他拒绝 大约下午五点半左右 接待室里看守的警察 有事离开了 这名学员踩着桌子 从接待室的接待窗口爬出去 推开大门顺利走脱 从这件事中的警察态度可以看出 社会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警察也在了解真相 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 也在做出正确选择 村里好多人看了真相才信 新疆来搞 我在新疆 因为新疆一直处于高压态势 群众对中共宣传的内容以外的东西 不敢主动去了解 更不敢说 否则就可能弄去教育培训 其实就是会失去自由 前天 一人收到法轮功的真相才信后 非常害怕 就到村社区去反映 没成想所有接触的人 都默默地在看那条真相才信 其他好奇的人也都跑来看 这样一来 让大家都了解到了法轮功的真相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 即将坠落悬崖的瞬间 我得救了 作者四川法轮大法弟子的亲属 我是四川省绵阳市人 今年28岁 家里的亲戚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 亲戚经常告诉我 在遇到危难时 要承念法轮大法好 要承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对亲戚的话 我并未放在心上 觉得那些有生命危险之类的事似乎与我无关 没想到在2020年的一天 我这个想法被彻底地改变了 因为这九字真言真的保住了我的命 到现在两个月过去了 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5月中旬的一天 我开车去四川阿坝州的小金县出差 那个地方没有高速公路 又地处四川盆地的西部 有高山阻隔 路况不是很好 而且那里气候多变 在4、5月份还会出现雨雪天气 那天我办完事 想当天立即赶回家 就连夜驾车往回走 晚上10点左右 行驶至四姑娘山脚下 当走到山路中央地带时 因地处山区 且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少 我的车灯射出的光带 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飘摇 显得格外的阴森恐怖 那晚很冷 风大 大风呼呼不停地敲打着车窗 我平时比较胆小 此时总感觉车内 有一双异样的眼睛盯着我 让我的后背直发凉 为了缓解内心的害怕 突然想起了亲戚 告诉我的那九个字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我就不停地在心中默念着这九个字 天一直下着雨 我开的是皮卡车 后面还装着货物 大概还有一千多米就能到山下了 可在过弯道中 由于车速过快 车子开始打滑 车身不停地往悬崖边飘移 虽然悬崖边上有护栏 我是做工程的 我知道 这些护栏有很多都是偷工减料 不合格的 我有多年的驾驶经验 深知自己的车是装货的重车 惯性特别大 这种仅有六七十公分高的护栏 绝对挡不住我的车 我彻底绝望了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会死 我会死 连人带车死在这里 当车身不知转了几圈后 我撞到了护栏上 可我的车居然没有掉下去 但一个前轮已冲断护栏 悬在悬崖外 我居然活下来了 我活下来了 我不断地告诉自己 我活下来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终于缓过神来 重新发动了车子 火速离开了悬崖边 此后一路上 我兴奋地念叨着 我的福大 命大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之类的 自我祝福的话 直到行至汶川应秀珍 上了高速时 我的心才彻底平复下来 想着刚才的种种惊险 我突然反应过来 不是因为我福大 也不是因为我命大 而是在我上山的路上 因车辆稀少 且一个人害怕时 为壮胆 一直在车里默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是由于我在不停地默念 九字真言时 大法师傅一直在看护着我 保护着我 在我命悬已现 危及关头 救了我一命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感谢大法师傅 感谢法轮大法救了我 相信大法好 危重病人迅速康复 辽宁来稿 张放化名 男 今年63岁 是辽宁西部的一个乡村的农民 三年前 张放得了脑梗 曾在市县医院住了三次院 人遭了不少罪 到康复中心康复治疗 花了几万元治 也没有完全治好 回家后 自己还不能走路 得靠着妻子帮助才能活动 张放的妻子是一位法轮大法弟子 学大法已经二十几年了 妻子告诉他 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能恢复健康 他就天天念 还看了一遍转法轮 身体恢复很快 基本正常了 2020年7月12日早上 他家正准备吃早饭 张放和他妻子 说他脑袋迷糊 恶心 让妻子给他量血压 结果血压正常 就在这时 张放身体大量排汗 脸色发白 他妻子用毛巾给他擦汗 毛巾就像水洗的一样 张放对妻子说 好像自己不行了 心里没有底 妻子说 快念九次真言 他就开始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说话有点困难 他就在心里念 一遍一遍地念 反复地念 妻子找来寸医生 医生看后 说可能是脑梗 就马上打电话 叫来县医院救护车 把张放用担甲 抬到救护车上 救护车拉着他 急速开向县医院 张放心里 一直在默念九次真言 一直念到县医院 到了县医院 在救护车开进医院大门时 大门口的路上有个小坡 车走上坡 躺在车里担架上的张放 头朝下 脚朝上 他突然感觉 堵在脑袋里的一个东西 从脑袋里出去了 随着他就开始吐 因没吃饭 吐出的东西像水一样 弄得满脸都是 妻子刚给他擦干净 他马上觉得自己头脑清醒了 医生给他做脑CT 结果是脑子里没有出血 没有血块 他的自身感觉越来越好 家人也看他没事了 女婿就开车 把他和妻子送回家 中午张放和家人一起吃饭 第二天 我看到他时 他正在干活呢 好人一个 啥事也没有 我问他咋好的 他说 他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号 是大法师父救了他 他非常激动 说着还哭了好几次 他说是师父救了他的命 他还给师父磕了三个头 张放一直很支持妻子学大法 还曾多次帮助村里的大法弟子送真相材料 他还自己开着三轮车载着几位大法弟子到各村发真相资料 张放明白大法真相相信大法支持大法得到了福报 他曾在他们乡镇的电管站干活儿 有一次他们有二十人坐在一辆汽车上 里面拉着电线杆 脚铁等东西 足有十多吨种 去安装电线杆 走在路上 张放说他要下车 司机把车停下 他就从车上往下跳 还没等他离开车身 司机就开车了 两个车鼓努 从他的左胳膊上压了过去 他手腕上还带了一块表 结果他的胳膊啥事没有 表盖碎了 手表还在正常走 他的经历让他越来越相信法轮大法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rie子从车上 editorial也有关